現在再講高月明相依為命的母女二人 當日講到正德大學,聽李科長介紹了若見原因,又再遞上一張讀書合約說明,給高月明母女看 看完之後,明白原來有善長仁翁願意借錢供她讀書吃飯,畢業之後就要立即一一做工,清還再加各種利息 其條文寫得一清二楚,對於機不擇食、方不擇路的人,詳細看完明白了是不平等條約來 今後會受嚴重剝削,但是走投無路的母女都認為,畢竟都是一條很值得高興出生天的好路來 又是乞丐沒有選擇的權利的原因,立即表示了願意,快快祟祟簽了字,向大恩人理科長簽字作實 之後要再加上母女二人雙手的手指紋共二十隻,以示重要,還有很多如此這般如此這般,總算是辦妥了手足 這個先有飲披香止渴的勇氣,再有好成績才有望再讀書 早已經認為今世不會再讀書的人,今天忽然間又決定上大學,成了無心插柳扭成音 怪事多見就不是怪了,那是世事多變的緣故 日子是天天果,有人問,什麼是讀書人?所有上大學的人,明天就一定是有最高知識的嗎?所有大學畢業的人,就是天下最懂事的人嗎? 看來就未必了,在下有緣在大學府見過好幾位人物,他們確是名符其實的典型讀書人 因為成績好,他們有幸畢業,留校做了大學的助教老師,誰知未夠兩年,校方就發現這些人根本沒有教學工作能力 一般的事都不理解,只可以帶著大學生讀書,看書,什麼意思,如何理解,為什麼要讀書?更加不知道讀書日後是為了做什麼事 什麼事都是無可奉告 這樣的典型讀書人,永遠就是聖任讀書 這種人背書,他能夠過目不忘,但是永遠不懂意義 這樣不懂工作,就是懂讀書,不懂教書的人 很快就會被學校淘汰落堂,吊吊飯碗,執包服走人 那麼好了,閒話小題是書歸正傳 光陰此戰日月如疏 經歷的歲月,一年復一年的日出日落 轉眼又見正德大學的高才生高月明,二初掌成 快成了二十二歲的姑娘那時候 他因為成績優良,歷任學生代表 最近有一次學校開教育事業擴大理論會 學生會代表高月明,接到學校上級教育股的通知 指定要他出席會議,這個會議非常重要 由正德大學兩位副校長親自主持 上級政府又派專家參加這一次公開理論研究的大會 各間報館還紛紛派出採訪員有二十個人那麼多 那天早上九時一刻中,正德大學裡的禮堂專籍幾乎坐滿了 人坐不坐滿就不在乎於多少 只要是看道會的人是什麼身份 今天很厲害 開會的時候,樂隊就位紅壯國歌 理論大會主持人正德大學第一副校想叫全體起立 樂隊奏完之後,又再叫口令請各位坐下 接著就宣佈大會開始 咦,這麼重要的會議,現在看來起碼有百幾號人馬 不過照舊顯得鴉雀無聲,而很直正 第一副校長說,被人代表正德大學 十分感謝今天道會的各位上司、同仁、司長、朋友們 道會的增光,十分有利於幫助本校改良教學 本校為日後社會訓練有用之才 擾虛心,多聽教育 遠古兩千年前,智聖大師早有名分 日三省自身 學校改良屬從中之從 現在被人敬請上級政府教育股派出的代表作指導 講話,我們熱烈歡迎 披披啪啪啪啪一陣掌聲之下,高級身份的代表在前座裏頭 舉一隻手,表示禮貌,十分安靜地笑著說 各位,我今天是奉命出席政德大學抗大會議 本人從來是深感高等教育,非等閒 教育這件事實質是人類靈魂的製造及培養 至於如何才令到教好每一批學生為國效奴,出色服務社會大眾 這些具體的辦法,本人今天講少一點 日後,我有好辦法的時候一定會講出來 我先請其他上司朋友發表高見 一陣熱烈的掌聲結束了講話 第二位發表講話的是公務局的代表 第三位是一位很有名的教授 過幾時辰過去,總共有十一個都是屬於有份量的人物講的說話 內容很豐富,在場的那批報館採訪員已經記錄了很多內容 主持重要會議的第一副校長,有時見到已經收獲多多而開心 同時覺得重量級人物看來要講的已經講究,該改變角度了 副校長忽然宣布請道會的代表自由發表講話 這樣一講,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忽然坐在最後一排最不顯眼的學生會代表高月明 舉手起立,向前面眾長輩大人物曲了一弓,提高聲發言 他說,報告校長,報告各位師長,我叫高月明 是文科學生,在兩年前,我曾經聽校長講話 其中有幾句說話是這樣講的 《江陰暫短,知識無限,摘善而學》 一共是十二個字,即是說大學生之所學,不可以大海無邊 不是就很容易會撿得少芝麻,吊失大西瓜 根據這點道理,我因此大膽提議,大學裡頭不適合認真閱讀那些古文,增廣適時言文 增廣適時言文當然是好,不過只是適合成熟再成熟的人閱讀 因為裡面有些是反語,熟消極悲觀的論調 用這樣的書籍拿來教學用,肯定是幣多利少 增廣適時言文是不適合所有學生作主要參考學習的 這些是本學生的個人粗淺見解,難免會有錯 不過,講完就立即坐下,高月明的簡短講話 看來屬於厲害,很快就引起重視,議論紛紛 奇怪嗎?是今止終歸都會發光 真理和事實終歸都會得到確認的 果然過了三個月之後,正德大學最後高層決定取消了 增廣適時言文作為文科必讀課 該書就轉放在圖書館裡頭,只是供學生老師 平時作一般課外參閱 這件事,畢業生高月明都算是立了小工,受到口頭家長 半年之後,考試完畢 畢業第三日,各位婦女代表歐沙文女士 以大恩人和債主的身份,傳達命令 找到了剛剛離開了學校,照舊是很窮 兼且等米落獲的書生高月明前去面見 要幫他安置工作 哇!高月明兩母女接到歐沙文一子 直接通知,又驚又喜 在指定的日子更易沐浴 換了僅有似仰一點的新一點的衣 準時到達了貴婦人府上之後 立即通傳求見 若我等候了半個小時,聽見下人回覆說 夫人叫你們進去等候 高月明聽了,就轉身 小聲對年老的媽媽說 媽媽,你先回家,放心等我 好了,因為信道只是寫了我一個人的名 媽媽聽了之後 知道人窮更加要注意禮貌 處事要小心,以免惹來討厭 凌轉身一邊走一邊想 患得又患失地 慢慢獨自行路 盼望有佳音,而回到家裡 這一邊的高月明已經進了會客廳等著 到了一刻中時分 那位是丈夫的大座 自己身材屬於很大座的貴婦人出現 高月明雖然從未謀面見過太座的尊容 但是早聞得大名,敬畏之下 自不然立即對著太座女人敬了一個心曲弓 又認真親切地說 感謝尊敬的老闆多年培養 嘻嘻,這句說話對聽 歐沙文即時心都甜了 心想,這個未入世的女大學生 初次見面就可以說出重要大方得體令人滿意的說話 她好就好在不忘本 一開聲就說我是她的老闆 對她是多年栽培 而不是罵我歐某人全心靠剝削成人之危 你現在又要加緊追逼當年賣身借欠的錢銀? 想到這樣,歐沙文就開心 故事又喜上重心生 這個有錢的肥女人歐沙文高興地笑著回答 哈哈哈哈 哎呀,真是難得你記得這麼多年來 都是我出錢供你讀書的事 好,好呀,先坐下 歐太座半客氣地做了個手勢 年輕的高月明誠王誠孔慢慢坐下 歐沙文現在開心的原因 不完全只是高月明那把嘴會說話 站在眼前的欠債人穿著的衣服 雖然不算殘舊 但是眼光銳利的太座 早就看出斷定來者 大概只有這一套完整的衣衣 況且這樣的衣償是屬於最下架之物 又是那句說話 入門不問名夫事,一望衣著便了之 歐沙文高興的另一個原因 是眼前全無出路 要一邊倒過來依靠自己的人 已經是甘非識比 好窮的人實際是個好有本事的人了 初出校門無人識 歐沙文閉上眼想了一下 立刻就明白來人 如果穿著一套合適的衣裝要扮靚的話 他會變成一位亭亭欲立美麗動人漂亮的才女 歐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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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感想啊 高月明成王成孔謹慎地回答 報告老闆 幾年讀書 學生不敢浪費時光 不敢忘記 你長期用錢供兩位讀書的老闆 不敢忘記早日畢業快些做工 要盡最快全部歸還大一人老闆的金錢 三段話都是不敢 十分得體又夠義氣 特別是最後那句 畢業之後要快快出大力氣賺快錢 快快將本家利快歸還 好一個快 債主歐太座上得更加快 已經覺得對面這個人很特別有出色 而產生了好感 為什麼呢 因為如子可教 又是期貨可居 聰明的放債人 雖然見他沒有說多少話 但是歐太座主義已定了 嘿嘿嘿 高月明 我看你好有教養又懂事 不用這麼客氣的 你個人懂事又天生聰明 為人正義又不亡本 這件事最難得了 我會幫你找一份好好的工作的 唉 高月明聽得很清楚啊 不如他又驚又喜 雖聲起了身 馬上敬了個禮 越來越開心的太座歐沙文 忽然間放聲哈哈大笑 繼續再問了一些關懷的說話 剛剛入世的高月明 今天遇到滋陰 大受感動 眼淚都流出來 萬個表示 永遠要聽從歐老闆的說話 歐太座聽得津津有味 忽然有所悟 覺得滋陰在眼前 一下就會上得很遠的歐老闆太座 他看了一下手上名貴的金手錶 突然揮手 好像下決心那樣說 好了 高月明 你回去 今晚早點睡覺 明早九點鐘來我這裏 明晚我要帶你去見我的老闆 他們一班大人物 感恩的高月明又驚又喜 馬上點頭立正 最後才慢慢凌轉身 再敬禮告別眼前未來更大的衣食父母 監護人債主歐沙文 而回到家 馬上就告訴自己年老的媽媽 講個好消息 如此者般 明晚歐老闆帶我去見世面 老媽媽聽了笑得合不上嘴 明天將會是個怎樣的環境狀況 老闆帶去見老闆 等於見老闆的老闆 那最老的板有多老 難道板又會有大小厚薄軟硬優劣之分 欲知厚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鐘 見老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